超过百人齐聚在佛光山西来寺 透过七天寺院生活体验修持自我 2024西来寺短期出家修道会日前圆满 总计146位介子发菩提心修福修会 透过一系列禅修念佛以及出坡等等课程 整理纷乱的内心静静自我 来参加之前 我认为我自己的人生遇到了很多的困惑 也陷入了一种困境 经过法师们的寻寻善诱的讲经 说法 给我的内心充满了很大的力量 这样七天下来呢 可以感觉到自己的身心更加的清安了 也可以感觉到自己的生活习惯 的确是通过在寺院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修持 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变 一方答应他就回到以前 就想到啊我现在有钱了 佛光山副助持会论法师 为介子们话说佛法是坚决 免力每一个人都能具备佛性与禅心 只是缺乏修持待被发觉 强调请修界定会 免力所有介子们未来要持续不忘初心 把佛法智慧运用在生活当中 法师请子操刀为小菩萨们剔度 新来寺短期出家修道会 除了大人发心修持 就等轻少年也共相圣举 透过五天寺院生活 从多元课程当中学习佛法 包括住持会东法师 以及新来寺多位法师请子来授课 带领24位来自美国各地区青少年展开共修 把佛法融入故事以及游戏 透过课程扎根 在孩子心中种下菩提种子 开心打篮球 一起完成幸运大师最喜爱的运动 也促进小菩萨们培养集体生活的默契 透过短期出家 带领他们理解内心情绪认识自我 传递实践三稿引领孩子正向成长 新的新闻美国洛杉矶 综合报导 小菩萨 这件事应该是不重要的 好